在视察社会局了解业务执长以及工作环境状况后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他已经在会议中指示社会局 明年发放重阳敬老金1500元 实现他竞选时的承诺比科市府多300元 台北市议会已经通过了发放重阳敬老金的资质条例 我们一定会发放重阳敬老金 刚刚在会议当中也已经指示社会局朝向 明年就恢复发放1500兆敬老金来推动 那至于发放的方式也请社会局实际了解基层里长民众的意见 然后做完整的评估 市长因为之前科市长有抛出过一个公式 是按照你们的税记剩余去调整那个数字 那未来1500是固定还是说你们也会去调整这个数字 基本上刚刚已经请社会局做完整的评估 我们就是朝向明年开始就恢复发放1500兆敬老金的方式 来推动 据统计目前台北市65岁以上长者有51万4千多人 到明年9月预估将达到52万余人 北市府112年编列62亿元作为长者重阳礼金预算 如果将重阳敬老金提高到1500元 相关经费将增加1.7亿元 另外针对大巨蛋周边道路环境改善部分 讲完证实大巨蛋光复南路北向段已经完成路面险铺 南向段也会在12月31号前完成相关工程 确保跨年活动顺利进行 我们目前了解到就是也特别已经做了相关的指示跟规划 也就是在光复南路段大巨蛋出口出来 南向北这一段已经完成了洗铺 那北向南这一段也会在跨年前 也就是31号以前就会完成洗铺相关的工程 然后确保我们的跨年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除了路面重铺 大巨蛋主体工程外部围离 也在12月29号进行退缩及拆除 将路面还给人行道 希望让跨年民众有更多空间安全擅长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